教大家几招,让你轻松把玻璃擦得像透明的一样,并且还能长期不沾灰哦。 想让自己家里看起来干净又舒服,可不止地板桌椅要打扫的一尘不染,如果窗户上都是难看的灰尘污渍,那要你家给人的感觉也会是脏兮兮的。 但是窗户毕竟有一半在室外,经常要面对雨水灰尘的侵袭,脏了之后真的很难清洁,有的朋友用不对方法,甚至会越擦越脏。 所以今天教大家几招,让你轻松把玻璃擦得像透明的一样,并且还能长期不沾灰哦。 一,小用柔顺细 擦玻璃的时候,最好能用温水,然后再加一点点洗结晶,这样不仅能够快速去掉玻璃上的顽固污渍,而且还能让玻璃透亮如新。 擦完一遍之后,再用抹不沾着少量的柔顺细再擦一遍,柔顺细有强大的去静电功效,擦完就能让玻璃长时间不沾灰哦。 这个方法也能用来拖地擦桌子 二,肥皂废物利用 还有一个方法非常简单,只要将家里没用完的肥皂放在温水中溶解,再用抹不沾着肥皂水擦玻璃,擦完再用报纸再擦一遍,这样擦出来的玻璃会赠光发亮,而且玻璃还不容易落灰,简直可以当镜子照,可以说是非常实用,而且也简单。 三,白醋擦窗户 除了前面说的两个方法,其实家里的白醋和白酒也是去污好帮手,只要用软布沾上少许酒或者醋。 轻轻地擦择玻璃,擦完之后再用粉笔墨或者石膏灰再涂一遍,擦干净之后再用干部擦干,这样不仅可以去除污垢,还能让玻璃像新的一样干净。